作为一部女性动作片 极寒之城的最成功之处 就是充分发挥了查理兹赛龙 作为动作女性的天赋与潜力 片中的动作戏份 牛为惊人 长镜头追逐战斗戏 难度极大 极其惊艳 堪称连度最佳 虽然这不是我们头一次看到女性角色大战拳脚 但达到这种程度还是非常寻常的 即便割下干净利索的拳脚功夫 查理兹赛龙之城 查理兹赛龙的强大女王气场 也足以让任何人都显得无比若击 这位影后级女星为这样一个 看似简单的间谍形象 赋予了足够的情感深度 避开了007世的刻板形象 显得独树一致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赛龙之后